您服气吗 不服气 都是装腔做事 都是不懂的 我们做的所有的鉴定 都事先要签合同的 就是你必须承认这个结果 节目组社局拿一千万瓷瓶 让马卫都现场鉴定 没想到马卫都仅看一眼就表示 这瓷瓶一看就是赝品 池宝人听到之后 当场大怒说道 我这东西 当初有人拿上海的一套房子给我换 我都没同意 这怎么可能是个赝品呢 随后马老师的一句话 怼得池宝人哑口无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健保现场又发生了什么意外 先给探长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一起访谈节目中 马卫都被邀请为专家 去分享自己成功的人生经验 没想到一上场 节目组就给他了一个下马卫 要求马老师表演一个现场健保 主持人这话一出 马老师的脸当场就黑了下来 当初在对节目流程的时候 并没有人通知马老师 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虽然马老师心有不爽 但是看到是正在录节目的份上 还是给了节目组足够的面子 在马老师的面前摆放了一张桌子 上面放着五个不同石器的瓷器 眼看着宝物已经准备好 马老师也不好再去推脱 于是提前给主持人表示 这节目中健保 那都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吃宝人既然敢拿着这东西上来 这说明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期待的 如果我到时候说这是假的 但是人家就是死不承认 这不就闹了个尴尬的局面 随后马老师表示 想要鉴定可以 必须鉴定协议 主持人听到这话之后说道 马老师 这您就放心吧 这些东西 我们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您觉得是假的 那这东西我们当场砸碎 既然节目组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马老师也不好再推脱什么 于是在观察了桌子上的五个瓷器之后 马老师说道 这里面只有我旁边的是真的 其他四个一眼都是假的 在场专家一听这 纷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连连说道 专业的就是不一般 但是随后主持人表示 在这五个宝物之中 只有一个艳品 这话一出 当场引起了现场的一片哗然 难不成 见多识广的马老师 也有失手的时候 场面上的氛围 一时间陷入了尴尬之中 就在主持人 准备将气氛带动起来的时候 一位大爷站起来说道 我的瓷瓶可是价值一千万 怎么到你这里 就变成艳品了呢 摆个手套这种事呢 都是装腔做事 凡是你们看节目里 戴手套的都是不懂的 节目组社局 拿一千万瓷瓶 让马卫都进行现场鉴定 没想到 他刚看一眼就说 这瓷瓶一看就是艳品 池宝人听到之后 当场大怒 我这东西可是价值一套房 随后 马老师的一句话 当场把池宝人怼得哑口无言 那么健保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大爷说道 这瓷瓶从我出生开始 就在我家 小时候 我爸告诉我 这东西是我们家的宝贝 如果这东西被我打碎了 那么 我就会被我爸打碎 自此 这东西在我心中 就是一个比我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听到大爷说的这番话 主持人连连感叹 随后说道 那这东西还真是不简单 紧接着 大爷又说道 前段时间 我一个朋友来到这里 看到了我家这个瓷瓶 张口就问我 愿不愿意卖给他 那我家这传家宝 我能说卖就卖吗 当机立断就表示 卖是不可能卖的 但是可以让他拿下来 仔细地观赏 观察了一会之后 说道 如果我拿我家房子给你换呢 当初听到这话 吓得我手里的水杯都没拿稳 我赶紧说 这屋子里随便一样东西 你都可以拿走 但是他不行 朋友听到这话 只能笑笑说 看来 还是我和这东西没有缘分 马老师听到大爷的一番讲述之后 说道 那您对这东西有了解吗 大爷说 那我怎么可能不了解呢 之前的时候 我就查过 这东西是欧洲进口 而且产自于商朝 瓶子上的花纹 也都是商朝独有的 为了避免自己判断的不准确 我还专门找了其他健保专家 帮忙鉴定 他们都说 这东西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随后 马老师说 不是我说话不好听 您所说的那些专家 有专业的健保资格吗 这么基础的花纹 难不成他看不出真假 大爷一听这话 当场懵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自己这祖传的东西是假的 马老师表示 任何的事情 都有它的规矩 你见过五个轮子的自行车吗 这话一出 现场氛围 瞬间陷入了尴尬之中 主持人见状连忙说道 不懂这个东西 服的就是一个乐趣 您家的这个东西 既没有花大价钱 又不是为了卖钱 那何必要在意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主持人的这番话 虽说有道理 但是马大爷 还是想据死力争 您服气吗 服气 都是装腔做事 都是不懂的 我们做的所有的鉴定 都事先要签合同的 就是你必须承认这个结果 节目组设局 拿一千万磁瓶 让马卫都进行现场鉴定 没想到 他刚看一眼就说 这磁瓶 一看就是赝品 持宝人听到之后 当场大怒 我的东西 可是价值一套房 随后 马老师的一句话 当场把持宝人 怼得哑口无言 那么健保现场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看到大爷 如此执着的样子 马老师说道 你见过真正的 三明族域图案吗 这东西 我都不用细致看 花纹 形状 没有任何的规律性 做工也不像是 商朝的手法 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 现代仿制品 大爷听到 马老师的这番话 一时间哑口无言 现场的氛围 再次陷入了尴尬之中 看到这一局势 主持人赶忙问道 那马老师 你有什么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趣事呢 马卫都想了一会儿说 之前刚接触 古玩市场的时候 闲着无聊 就喜欢去各个地方 逛一逛 让自己增加增加经验 但是 古玩市场那种地方 老板的真实水平 可以说是参差不齐 我就随机选一家 看得上眼的东西 有一次 我去到一个古玩市场 看到了一个盘子 看着那样子 应该是有点年代的 可当时 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 也没有办法确定 这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品 想着问问老板 这东西多少钱 老板一张嘴 十块 我一听这价钱 当时北京的公司 一个月顶天了二十块钱 这玩意儿竟然敢卖我十块钱 于是我给老板说道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人 既然我今天敢来到这古玩市场 那就说明 我是诚心想来收东西 但是这盘子一看 就不值十块钱 老板听到这话 也是根本不虚 说道 我这可都是古代传下来的好东西 如果真的识货的话 那这十块钱真的不贵 我一听这话 遇到对手了 于是在一番唇枪舌战之下 终于以五块钱 拿下了这个盘子 现在这东西的价格 那可是至少七位数 现场观众听到这里 忍不住惊叹了起来 这可真是实实在在的 捡了一个大漏啊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